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53岁陈先生日前航防之际,射精当下一阵疼痛直冲脑门,下体疼痛也让他双眼发直,性欢于瞬间化为乌有,隔天早上排尿不顺畅也有混濁意味,更开始发烧,立即就诊发现白血球超标十倍,却诊为急性细菌性摄护腺炎, 书田诊所密尿科主任医师周固指出,陈先生原先就有排尿不顺,尿也混濁的症状,在射精疼痛后,状况更明显,甚至开始发烧,紧急就医肛门直诊发现,摄护腺肿肿大,只要轻轻碰触就剧烈疼痛,尤其尿倒还流浓,尿液及摄护腺液化即咽出细菌,且白血球大于100,超标十倍, 诊断为少见的急性细菌性摄护腺炎,周固表示,摄护腺炎占密尿科门诊四分之一,科分为五大类,包括急性细菌性,慢性细菌性,非细菌性,细菌性非炎性与无症状,其中急性细菌性摄护腺炎算是少见,近不到5%, 好发于30-50岁男性,高危险群包含反复尿路感染,长期流至尿管,摄护腺肥大合并阻塞,包经导致尿也逆流,免疫力较差的糖尿病患,性病等,急性细菌性摄护腺炎常见症状有发烧,虚弱无力,摄精疼痛,排尿疼痛, 贫尿或尿不出来,会因肛门或下背部疼痛,尿也混浊有臭味,血尿,流浓等周固说,急性细菌性摄护腺炎症状明显,务必及早治疗,否则可能演变为严重病发症,如菌血症,负义炎,摄护腺浓阳,白血症,甚至可能不孕 至于治疗方式,通常经抗生素治疗一至二周后,症状就会明显改善,但需持续服药一个月以上,若未完整治疗亦反复发作,据统计有5%会转变成慢性摄护腺炎 他提醒,密尿道感染应尽早治疗,以免细菌进入摄护腺引起发炎,平常就要多补充水分,切记憋尿,避免久坐,长时间骑脚踏车,机车,骑马等,因颠簸会造成骨盆受伤亦发炎 此外,初少抽烟饮酒,也要少吃辣,炸,含咖啡因等刺激性食物,以维持均衡饮食 感谢观看